国内的证券交易所主机总处赵峰金 彰化银行的网站昨天陆续当机 背后竟然是两大的亲俄罗斯骇客组织 不然总统赖清德在访问的时候 提到中友领土问题 发到网络攻击 还预告未来不但要锁定台湾的政府网站 更会扩大到私人企业 13号晚间就连宪兵指挥部 中华电信也遭到骇客入侵 对此行政院就表达严厉谴责 强调资安国安单位都有掌握骇客情资 要联合防范 周四下午证券所官网 怎么点都是无法连线大档机 追查发现有大量来自国外IP 对全球资讯网发动无效查询 导致服务不稳定 虽然紧急处置马上恢复正常 没想到13号晚间 宪兵指挥部官网突然出现讯息 说要网站系统更新 一路到18号就连中华电信 也全出遭到骇客入侵 这背后全是因为亲俄骇客组织 不满赖总统提及中俄领土问题 发动攻击 如果真的是为了领土的完整 他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 占有了这个爱魂条约 所签的那些土地呢 没错 清朝时期所签的爱魂条约 你中国现在可以跟俄罗斯要啊 疑似不满中俄领土争议 被赖总统拿来反驳中国的对台主张 新俄罗斯骇客组织 No name 057 10号开始对台湾的政府单位 和各地税务局网站 发动分散事阻断服务攻击 12号甚至骇进证交所主机总处 赵峰彰化银行 酿成官网一度大当机 同时另一个新俄骇客组织 也在社群媒体上扬言彼此要联手攻击 宣称发现台湾和以色列有同盟关系 如果没看到台湾有和平行动 将开始攻击银行私人企业 建议可以透过像公司联防 一旦发生类似这种大型的DDS攻击的时候 怎么透过洗流这样的方式 把类似这种DDS的这个损害程度 交到最低 面对两大骇客组织攻击 行政院也发声明谴责 强调国安单位都有掌握骇客行资 数位部和各地方机关 也都启动联防体系应变 维护整体资讯安全 记者张同龄米州台北报导